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侯爷 我来了 洗干净了吗 洗干净了 进来 我来了 该怎么做 不用本后再说了吧 不用 来吧侯爷 奇怪 今日他为何不抵触 苏黎 什么味道 那么难闻 这 哎呀 侯爷 你要不要 来尝一口 苏黎 我侯不是说过吗 不许你碰那些奇怪的东西 哎呀侯爷 你只是说不让我喝大蒜茶 但你没说不让我用大蒜沐浴啊 栏影离 God 来来来来gestellt 我呢 常常 不要害羞嘛 侯爷 侯爷 逆程 来吧 本侯测过了 水温正好 怎么 难不成 还想要本侯亲自动手帮你洗 那你有本事你就动手啊 一百两银子的舍不得给我 还想吸我的血 太过分了 你以为我不敢 放开我 别动 放开我 走 你还想玩什么花样 本侯奉陪到底 侯爷 求求你放过我吧 你能不能转我上去 不要看我洗澡 看你 本侯还不如看自己 不要 我 给你半个时辰 洗干净了 换上本侯的衣服 到我书房了 知道了 为什么最后受伤的总是我 讨厌 这什么反应 我穿男装瞅到他了 侯爷 你怎么了 把手伸出来 不洗肩膀了 手伸出来 我 你怎么了 这还得归功于你 这还得归功于你 自从上次 你咬了本侯的手之后 本侯发现 咬手 比咬别的地方更痛 所以 就当是给你掌个教训 好 都这么晚了 小白白啊 一定还在批阅文术呢 萧和爷日理万机 还是夫人考虑得周到啊 还给萧和爷准备了宵夜呢 小白白呀 真需要个夫人来伺候 可惜小苏苏 等 等 你轻点 你 你 你轻点 轻点 你轻点 你轻点 轻点 等 等 你 你 你 别动 我的小小白 我 疼 我真的好痛 别咬 苏黎 别叫啦 我都没咬你 你痛什么痛啊 你别动了 小苏苏啊 最近你和我们家小白白 是不是相处得很好啊 好 特别好 夫人 小白白是个不解风情的人 你千万不要和她计较啊 萧夫人 您的意思是 我听小白白说 是你选择要做我们萧府的丫鬟 所以我也就没有强迫你承认这门亲事 我问你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小白白 没有没有 没有小夫人 我对侯爷 完全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啊 你在说什么 娘 我找苏黎还有事 我先带她走了 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啊 我和夫人说了那么多句 您指哪一句啊 就那句 非分之想 怎么 对本后幸存妄想 折辱你了 你抓疼我了 疼吗 疼吗 疼 伤口碎疼 不仅我心疼 但是 只有银子才能治愈我的伤痛 别晃了 看在你受伤的份上 等我懒得跟你计较 起开 真是个阴晴不定的男人 侯爷叫我拿药给你 说是对你的伤有好处 受个伤侯爷都惦记着 还让我亲自给你拿药 真不知道你使什么狐媚手段 哎呀 哎呀 侯爷呢 他就是惦记着我 而且看这个药啊 它那么贵重 一定值不少钱吧 有些人啊 是羡慕不来的 不就是个药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依我看呀 还没有侯爷的头发丝值钱 他的头发丝那么值钱 真的假的 凭什么要告诉你 你不告诉我 我自己打进去 好 小白眼他不会把什么毒下的药里吧 你不告诉我 他把药码物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